1、2、3 大家好 柱基日四又来了 今天要和大家谈一谈 有关大学之道 在明明德在亲民在子医传线 这个我们习近平主席其实也是很提倡的 另外一件事 我们就要有时间谈下去 究竟论语里面所说的孔子是否有愚民政策呢 这一点我们也想讨论一下 我们两个百股佬又来了 各位观众大家好 柱基兄你好 大家好 大家好 你好 大家好 延续上次 我们上次讲了一集 我们讲过论语 我们四书五经 让执小小来说 今天不如讲大学 那为什么今天提到大学呢 的确是在近期大家都很热的 这个议题 也不是新闻 是旧闻 就是关心事 提反对子中学的事件 就是说 国公说公有理 婆说婆有理 那么他的校长就说 好 上次我记得我和大卫sir提过一个 一个字叫考言定识 考言定识呢 似乎就在这个回应里面 这个校长的回应呢 就临利尽致地表达了出来 就是说 就是用一些 好 PR 的词语 表达方式的 expression 去解释一些东西 OK 鼻重就轻啊 对吧 顾左而言 然后言他 这样 就是这类这样的 其实在我们做一个 做管理企业的时候呢 有时候对外的PR 的确是有这样做法的 考言定识也不是说 错的 就是我们做企业 遇到一些丑闻啊 说遇到一些东西啊 那我们对外的 新闻稿呢 都是会用一些修飾的 或者是一些 鼻重就轻的做法 考言定识 不算是一个坏事 但是如果在教育界呢 所以呢 就我要今天讲讲大学了 在教育界 是不可以考言定识的 因为你做教育 我们育人 也行 不是说教一些 我们的下一代 我们的学生 走精面啊 是不是啊 遇重就轻啊 讲大话 或者是讲一些 似是而非 去说一些东西 而自己不肯承认 就是当年那些19年20年 为什么那些学生会 做出这么荒诞的行径啊 为什么会犯法啊 而犯了法 还是很多 去到法庭那里 拿一桑假的求情信 或者是真的求情信 但是内容是去求 内容是帮他硬硬写的 而写的那些人往往是一些他的老师 学校 或者一些长者 长辈 这个是很坏的 人心是很坏的 如果你是犯了事 你真的是知错的 那你应该诚心诚意从心里面去 认识自己的错误 你去到法庭 为了减刑 或者洗脱 而去说一大堆的假说话 甚至乎有些说 一上了听说 我是爱国的 我反对港独的 即是某位大律师 正理的大律师 在20年6月30日 国安法出台 之前一天 立刻站出来说 反对港独 那这些人呢 绝对就是一个 在我们的瑜伽里面 叫他们小人 你既然是坚持你理念 不要紧 我尊重你 你是一个对手 大家持有不同的理念 或者是对共产党 是有一个偏见 或者是不认可 你要认为 我用民主的方式 令到人民生活是变好的 我都会尊重你 我都会听听你说 我都会研究一下 向你学习 但是你的心 是不是出发点 是不是真的为了我们香港人 甚至为中国民族呢 不是 包括那六四几年 最近那个新闻 都看到了 那个走行判了 那个法官都说 你不要 你不要说这些谎话了 你这些全部考验零识 你的出发点 根本就是想 这个 反叛国家 是不是 令人憎恨这个政权 你的真正出发点 是不是真的为了外国呢 你不要写着 我是为了爱国 才搞这个六四 sorry 以前德国 是有 89年的时候 我都曾经是支持六四 因为我真的是爱国 我国家 觉得国家出了问题 我是看到那些 新闻 看到一些 我们只能够接触到的 包括那位 李卓人 他说在北京机场 一落机就听到 砰砰声又开枪声 在天安门传过来 我都深信不疑 直到我上到北京 原来 在北京机场 去天安门 我车都成一小钟的 为什么你会听到这么远的呢 你会听到很多东西 你看到很多东西 也说天安门 广场死了多少人 直到我看到很多的 后来流出来的 包括西班牙视频队 ATV 亚洲电视当时的六君子 他们做一个电视特辑 就是将这些 当时很多人都咬定 就是有坦克车撞死人 天安门有开枪 而这六个新闻从业员 当时是没办法 他们看了西班牙视频队 所有的真实片段之后 他们是研究出不出这个特辑 后来决定要出的时候 是被电视台禁止 是不给出 所以他们六君子 六个新闻从业员 全部辞职 这个故事 大家可以上网找回的 是关于六四 那么可以看到 我们香港在97之前 一直被一些某种势力 压制我们去了解六四 所以我们当年都觉得错误 我八九年的时候 我们都是信的 当年都是有去捐钱的 我看到那些风采都会流眼泪的 其实我们的心是纯正的 我们的心是 我们是在我们的认知里面 认为这个国家出问题 这个政权有问题 我们是会有这样的想法 到我们知道真相之后 我们就正其心了 我们是知道 我们是把自己的错误 认识了 我们去 糾正自己 重新认识 我不是说听某个人说 听了戴卫瑞说 我就相信 而是我们经过不同的渠道 看到真实的片段 看回当事人出来说的东西 但是后来他也当众承认了当时是怎样说的 包括柴玲那些片段 他说我就是要学生血流成河 如果不是美国人不会帮我们的 世界人是不会同情我们的 OK 也看过何德健说的 他说的名言是当着对着电视机不是假的 是看了很多次 他说如果我们用方言去打击 雪坊的敌人 那我们和敌人有什么分别呢 他是不赞尽 那些人去编这故事说 六四死了多少人 就是做那些假的说话 那我们看到很多东西 也看到现在那些 当年的所谓的民运分子 民运头领 全部都已经做了资本家 要是做了戏子 要是做木偶 做了演员 什么演员呢 政治演员 每逢差不多要搞中国社会出来 去附和一下 就是这帮这样的人 他有谁还在为民主的斗争呢 没有 全部都是已经做了 在这儿 握着这个所谓的六四光环去找水 OK 好了 那说了这么多东西 为什么今天要讲大学呢 刚才大学也说了 大学之道 尽明明得在亲民在止于自善 其实大学也不是说这几句的 但是可以这么说 一般你研究这个理学来说 都会将前这几样东西 列为三纲 就是大学的三个纲领 最主要三个目的 那我们今天也不是在这儿 讲一个叫做学术研究 只是讲一下我个人自己的感受 那我看了这个大学之后 我们有些什么 为什么会想到今天讲这个题目 去和这个联想到这个学校的教育呢 那在大学里面 讲到一个大学 其实很多的不同的版本的 也有一些字句的演绎呢 在不同时代 好像上次大学常说过了 程怡或者是朱熙 都有些是不同的理解 甚至最简单一个大学知道的大学 那也有很多人的理解不同的 那我想和大长交流一下 那有人讲呢 大学是大人之学 OK 就是说你一个大人就要学这件事了 是大人的学问 那有人有一个说话就是说 想做大人呢 就要学大学了 就是你想去做成为大人 就要看大学 那应该是 哪个看法 和大卫上大家交流一下 是一个大人要看的学问呢 还是想做大人要看的学问呢 我们其实大学和小学的分别 我们有不同的 在我们中文系的学习的过程里面 什么叫小学呢 就是文字分古声音 为之小学 大学就是做人的道理 你这个基本做人的道理 你是不是要做一个管治者 或者是做一个社会上高的 我们所谓的精英阶层呢 其实不单止是这样的 大学是什么意思呢 是教你怎么样去成为一个人 你一个人是不是在社会发展里面 所需要的人 因为如果大家都是正心 还有的时候你真的有学习 例如因为由内至外 你是必须要学习的 你不学习你就没有办法明德 没有办法亲民 为什么要亲民 其实就是说你怎样在整个社会里面 是变成一位有责任心的人 无论你是士隆工商 任何的学业都好 你是需要作为一个令社会稳定的支柱 如果社会不稳定 你会发觉到大家在一个分乱之中 那会不会是发生战乱呢 或者大家没有一个guide line 这个guide line是什么呢 就是告诉大家 你是要怎么样 令到你自己由内至外 发挥出你人性的本善 当然有很多人说 其实的时候 人性本善 无论你本善或者本善也好 其实你不同的主张 你都是要令到大家相处是和睦 这样才可以发展的 就好像我们现在说 香港有一个调解院 筹备工作室就已经来 我们说的是国安教育 我们不是要去对抗 我们是要引导 引领一些人 要去守法 要去知道自己身处的地方 或者身处的社会里面 究竟他是一个成为什么的人 所以刚才储经的问题 我真的很难回答你 因为两个都对 你到底说谁才可以 储经 这个是大悠卓的哲学 其实两个都对 再负 我亦都想再借这个说话 跟大家去分享我的心得 其实有时候那些人 咬来咬去 到底是一个大人要学的东西 但是学了做大人呢 不是一个点来的 而是你应该是一个道 其实你应该明白到大学之道 到底我做了什么是这样 最重要一件事 那个大学是什么呢 那个学问是什么呢 无论你学了 做大人还是大人 学了 大学实在是很好的 我不知道你想问什么 最重要的就是你的心 明不明白这个大学之道 这个就等于我就想回应 刚才我们说的考研灵式 就是借这个成大大人之学 还是大人所学 去看那个 学校的校长 怎么教育我们的学生 写一篇这样的东西出来 就等于刚才我问大卫sir 到底是大人之学 还是学大人之学 问呢 其实这件事 你那件事是事实 是就是不是就不是 你说最后的警察是有进去 其实你的心 是不是你憎恨警察 最简单的东西 我看 我是相信他 是憎恨警察 是仇视警察 因为当年19年 大家都看到 半山那些学校 尤其是这间 姓氏提高女子中学 穿着旗袍那班 高下五大诉求 由那些私生一起 他们为什么拉人链 由半山拉一个圈 都是这些先生教他的 学生是学子无辜的 他们对政治的认识是很片面 等于我们当年看六四的时候 在八九年的时候 我们也吸收了一些 很片面的信息 我们叫做乱惹了 我们叫做知道了 我们现在老了 我们不想下一辈去走回这条路 去仇视国家多年 而我们现在这样的教育界的人士 还是在那里考研定识地把他自己的心 他本身想想的东西掩盖 做一些的掩饰 我觉得今天我们大学知道 我想说不要考研定识 所以他很好吃 所以他很喜欢政治的 但是他跟 школ学生也认为 他没有想要做 也有什么问题 那么他没有想要学生 但是他还认为 他这个科技的课程 这个科技中学的课程 他也认为 但是今天学生 我们第一次请述 那个大学的课程 就成功和教育的人 可以看到 そうですね 但一個明當然是講那個明白 知道 那明德也有很多人是講 那那個明德是否就是道德 是什麼呢 如果在我的理解來說 明德其實很簡單 本性 真我如來 本身你的心就是什麼 你明德那個心 如果心你不得到成 不得正 那你明什麼都是沒有用的 因為你本身那個心 未曾修煉到 在理學來講 他叫做 耐性 愛王 就是性 愛王 王道的王 三惑王 OK 耐性愛王 就是你一定收個心 心的性的道德是很高的 是很高的標準 而且是一個不可以隨時移動去的 所以內心你都不是一個正的一個正念 那你講出來的東西 對外你自然不能夠成王 王者天地人三才 人在其中 是不是 這件事 天地人 舉頭三尺有神靈 你是騙不到人的 成為王者必須有一個 你很堅持的一樣人 你講真理 講真話 現在我們看到這個國際局勢 看到美國那些發言人 今天講一套 明天講一套 天天在講的大話 不是我們主觀認為他講大話 而是他自己證明自己講大話 他們今天講的東西 明天就另一番說話 面對所有的證據 他不讓你看 不拿出來 這個WTO一個國家 美國自己主導 當他認為他有利的時候 他就要大家進來WTO 按牛氣盔出去玩 好了 大家都做了之後呢 美國現在就不是了 我不玩了 因為對我沒有好處 你們這樣按照規則比我還要 所以他一直是否決所有的上訴機制的大法官 那現在最後一個大法官提名 已經將來中國是最後一個了 中國籍的法官 那個上訴 貿易上訴的機制已經頭中正寢 因為美國一個國家 每一個提名他都否決 他不讓你有上訴 就是說 就算你WTO裁定了美國 你選擇了 或者他裁定了 美國贏了 你要上訴 沒有這個機制 他不讓你上訴 因為他已經否定了 這些東西 就看到他們不是王道治天下 而我們中國是很簡單 我們對這個世界局勢 就是拿一個看法 我們尊重國家領土完整 是不是 我們都要考慮到國家安全 他是將我們的看法裁定出來 他不是一個叫教本要你跟我做 只不過我們中國拿出一個對解決世界紛爭 我們有什麼看法 是一個原則性問題 這是我看到節目開頭 大衛sir所說的 習近平總書記 提出這個大學之道 的確是我們中國人的一個 五千年文化給我們一個沉澱 以及也看到一件事 就是說我們這個外王 真是我們中國的領導人 他們是以王道治天下 是真的用著我們 先性教給我們的一個理論 以大學為本 去看這個世界 我們的世界觀 我們中國人的治理國家 以及對全世界世界大同 就是說人類命運共同體 真是我們現在 這個回到我們中國人的中華文化 一個民族沒有了文化 就可弄 就變了現在只有200多年歷史的國家 是每一個政黨輪替都有一番的自己的說話 自己的道德觀 自己的價值觀 那變成這個國家不停地互相去仇恨 兩個黨派的仇恨 那人民為什麼有好日子過呢 那最後兩個黨派的就是利益 它的利益不是說國家利益 而是黨派利益 而黨派利益最後就是背後金主利益 那對人民有什麼好處呢 那我們應該是從這個內心 我們首先要正其心 我們從我們香港一個這麼小的地方 作為國家的一個特別行政區 我們的教育界 真是要政府 要履行它的職責 真是要看看 還有沒有這樣的 他們將它仇恨的種子 繼續在學生的單純的心靈上傳播呢 例如今次的例子呢 就好像踩到尾巴一樣 哇有個軍裝警察不行啊 就是它是將一個這樣的警察是代表邪惡 所以不應該入我們學校 這個心態是傳播給那些學生 那是很壞的 而更加壞的 不是它這個價值觀的對話錯 而是它的道德觀 他們明明那個心是這樣想 而那個口或者做出來的東西 不是這樣表達 它不說 我不暴露出來 那你學生就學了那些叫做陰險小人的做法 君子不欺暗室 就算沒有燈光的地方 我都不可以作弊 這些是自古的星人教我們 是不是 正在內的 在你內心裏面知道 舉頭三色的神明 有時候你做些事情 天知地知 人知 理知 我知 是不是 但是那些學生呢 如果在這樣的教育環境裏面長大 我是很擔心的 什麼叫明德呢 什麼叫至於至善呢 都不要說親民 親民要去行為 你去做 而你的心已經不能夠有個自善在那裡 不要說是行為 那個行為就是現在的教育界 怎樣回覆這個傳媒 回覆這個公眾 否認 沒有啊 這樣 我被他誘進去 那你的過程是怎樣呢 當然這件事情 我們現在都手上 包括大博先生 我們看的大博先生 幾次節目都是有所保留 因為我們沒有看到的陸像帶 在這個監控 或者不是身在其中 我們從各個渠道 從一些比較 我們認為他人品是可靠的人 透露出來 而是比較可靠的人 他們說的是 告訴我們 他經過身在其中的 消息的人士 提供給他的訊息 而他經過反覆去引證 他是覺得是堅持的 所以我們是根據這個論述 我們是相信 但是當然 或者會有一天 有人肯拿回監控出來 就說明一切了 但是當然到現在事情已經過了這麼久 而是沒有人去自正其清 不知道為什麼 好吧 我停一停 看看大博先生 你有什麼不同的看法 你有什麼更加多的 給我們一些的 資考的方式 其實對於性事 提反女子中學這件事 我覺得警方要做 就是不要逃避 這個是非常重要的 那如果你覺得這件事 不想造成一個社會的崩擾 我想不對 這點是錯的 因為根據我一些消息來源顯示 那警方這次的時候 因為看到有很多這些情況 被黃人抹黑 他就不敢出來說明 我覺得如果做得對的話 那其實你就不妨去公開這件事 最重要是直面的困境 而不是逃避的困境 這個是我自己的一個 非常明確的建議 我們知道在2019年 我們都是因為逃避 當時的特區政府 不知道怎樣去面對 所以就打算用講和的方式 但是對於我們很明白 自己國家安全的一個大議題裡面 我們不是要去把那件事 大示範小小示範 而是要令到更加多人知道 這件事的討論的點在哪裡 不是說我因為擔心那些黃人去搞搞陣 所以我們就算了 因為要和諧 這點是不對的 因為世界上高 我們都說了 以直報怨 不是以德報怨 你如果你是對的 如果你是錯的 我不是 我不是以德報怨 我是以直報怨 我告訴你 你這樣做不對 我是怎樣 按照這個道理來說 那就一清而楚了 而且我不管是誰去透露這件事 可能是警方 或者是校工 或者是某些學生去透露這件事出來 但是無論如何 事實就是事實 你將事實呈現出來 社會有爭議 不要緊的 是完全不要緊的 如果你覺得社會沒有爭議 表面上也沒有爭議 但是在下面做很多事情 我就覺得這個問題是會非常之嚴重的 所以我再次呼籲警方 是真的要很明確地處理這件事 千萬不要閃閃朵朵 如果你閃閃朵朵 其實會對於這件事 就會繼續在深層次度再去發酵 接下來對大家是非常危險的 我們都看到兩會裏面 和我們二十大都要說到一件事 我們黨 即是中國共產黨要改革 我們為什麼要改革呢 就是因為有很多的事情 不是那麼理想 到現在這一刻 我們還在反貪腐 甚至用割骨軟肉的說明去說 我們是要改革的 因為實在有很多深層次的問題要改變 你不要跟我說香港現在很和平 和平是一個表象 但是這個表象是不是存在 永遠都存在呢 沒有可能的事 我們大家知道的 就算我們在內地這麼久 我們知道民眾和民眾之間 對不同的政策有不同的看法 包括我們現在的PMI 就是製造業的PMI 也有些人說派錢最實際 你不應該在基礎建設那裡做這麼多 或者在生產上做這麼多 派錢最智令大家有感 但是呢 我這方面我是反對 你社會有兩個不同的聲音 你怎樣把聲音融合在一起 不是用禁 是不是 我們是要疏導的 不是說我們要去防堵 防堵是沒有辦法解決問題的 但是如果你疏導去做 我覺得這個問題就可以解決了 在過去當然我們接受了很多西方的思想 可能要用一個圍堵 要用一個禁止去發言的情況去做事 但是現在這個世代就不是了 大家其實很明白看到 哪個對哪個錯 既然是對和錯 都很有一個準則在這裏的時候 我相信就應該這樣做了 另一個方面 我再看回蓬佩奧 在2020年說的那番說話 我想儲經也很記得的 三句吧 那時候他接很多說話 他的說話很厲害 德州農業大學那裡進行演講 在回答學生的提問的時候 其實他就說了很多話 前面那些不說 最重要就是有個學生問他 他說 當我還是一名軍校學員的時候 西點軍校的學員格言是什麼呢 就是絕不殺謊、欺騙和偷善 這個是西點軍校的 跟軍人所說的 但是龐貝奧就說 他在擔任CIA局長的時候 他就說我們殺謊、欺騙和偷善 我們還有一門課程專門理教這些 這些是提醒我們美國 是如何造就今天的榮耀 如果一個國家是這樣的方式 去令到國家榮耀 我相信很多國家 你會 我們說學好三年 學壞就三日 我也和大家看過 《喜馬拉雅星》這個故事 鄭忠基 你本來是一個很單純的年輕人 因為一些事情 所以學壞就三日 只要給他 像加拿大一樣 令到一些白色的粉末 什麼 合法化 合法化 那就沒事了 你合法化 那你就可以 沒人犯罪 那你就可以搞定了 大家一起犯罪 因為大家都是同立合股 一起黑 那就沒事了 即是你沒有錯過一個正確的觀念 剛才柱京說到我們是一個王道 沒錯 我們是王道 而且我們的王道很特別 耐性愛王 我想西方人不了解什麼叫做耐性愛王 你內在要達到聖人的標準 外面你才可以張現出去 我們是由內至外發揮出來的 你的邪惡都是由內至外發揮出來的 你不會說你的惡恨 你的內心很善良 這是很難的 所以內性愛王 是一向我們新如家 我自己所覺得 是我們的最重要的一個原則 這個原則就是你怎麼表現出來 你不是自己獨善其身 而你怎麼發揮去令到社會上高 是變得更加美好 這個美好 是大家團結一致 我們有犧牲精神 我們看過《流浪地球2》 我們也知道我們要犧牲精神 這個是責任 危難當前 唯有責任 這個就是我們中國人的特色 還有你如果西方這樣的情況 不斷地發散出去 全世界都是說 我們殺謊 我們欺騙 我們偷竊 這個世界會變成怎樣呢 這個也是為什麼西方世界 會這麼恐懼 我們的孔子學院的最主原因 他們怕我們的中國文化 傳達給他們 人民一個正確的思想 到時候他要去欺騙 要殺謊 要偷竊 民眾都覺得習以為常 這個本來就是 但是當中國的傳統思想 傳達到世界各地的時候 他們會發覺到 原來世界上有這麼正常的事情 我們是否應該很善良的 不要鬥爭 不要爭奪 為什麼西方會這樣做呢 因為他們走了一條錯的路 就是所謂的西方式的民主政制 這方面 是有一個很完整的一個 走的一個路數在這裡 我們中國為什麼越走越好呢 因為我們現在真真正正正發覺到 原來西方所謂的獨裁政治 其實是一個我們協商的政治 是最理想的政治方式 而不是西方那種兩黨抗爭 或者多黨對抗的那種方式 是最好的 因為你會看到 無論是兩黨或者多黨 其實是變成撕裂的 大家都是為了自己的選票 而你拿到選票 你就拿到政治利益 拿到政治利益 你有權 你就有勢 有勢 有勢就有財 這方面是非常不怕的 但是如果是一個政黨 那個政黨當然要很正常 去不斷去改革 不斷去轉變 譬如中國共產黨就在這一步了 這是一個很好的示範 應該西方就是思考 為什麼中國會做得這麼成功 而西方一直一直墮落 到現在為止 我完全看不到西方的所謂 自由民主人權 是可以解決到人民生活 或者心理上的問題 反而令到很多國家 就逐漸逐漸撕裂 而且沒有辦法發展 最近也看到一個消息 我明天會和先生去談 就是美國的共和黨議員 格林小姐 她就說 我們應該將美國 國家分裂 一邊藍 一邊紅 竟然有三十幾個%以上的美國人民 感覺到 正啊 應該要這樣做 三十幾個% 不低的了 雖然她的脆弱只有1000個人 很危險 其實美國會不會分裂呢 到頭來一分裂 分裂了會變成怎樣 大家自己想 還會不會有所謂的自由民主人權呢 大家也自己想想 其實你說一個真正的普世價值是什麼 我覺得人民是覺得生活覺得愉快 舒適 而且不用擔心你的糧食 我們是遇到很多飢荒天災人禍 當你遇到你基本的生活沒有問題 我們就可以在自己專注的範疇裡面 去做我們應該做的事情 不是掠奪 而是譬如我們國家 這次我們看到很多政協都是什麼人呢 不是馬雲馬化騰的首富 反而是很多電動車的大老闆 還有就是有關晶片半導體 一些工業科技的人才在政協裡面 為什麼呢 可以看到我們國家現在正在做一個非常大的轉變 這個轉變是什麼 就是不再以金錢為主 人民和樂的生活才是最重要的 你變成錢不是那麼重要 你的理想才是最重要的 你的理想是什麼 就是我怎樣貢獻人類命運共同體 令到全世界都可以達到我們的好處 是嗎 拿到我們可以給到它的東西 跟著我們就是人類的生活很美好 人類的生活很美好 我們中國人的生活就更加美好了 這一點就是我們國家現在所做的方式和策略 都是跟之前完全不同的 現在這個世代 現在是用得上 道家用得上 釋家也用得上 因為明德的明德本身就是真可治愈 在心裏面自己 你要去明白這個 這個東西 是一個 你自己應該 在這個內心裏面的 這個純正 而不同的那些 美國他們那個 CIA的本質 就是說一定要說謊 一定要騙人 這是我們專業去做這件事的 那麼這個問題 其實我們怎樣能夠做到 或者是講到佛家來講 講了小小故事 或者講一下 陸祖惠能 去求見五祖的時候想去拜師 那五祖問他們來做什麼 我說我來做佛的 那五祖說我一回 個個來都說來求佛學佛 你們做佛這麼大膽你們做佛 後來五祖再深一點 閒定之後一想 想通了 現在恥子 哇厲害 將來大有可成 我們來做佛 其實原來本身就是這樣 我們不用去學的 你對得住良心 你對得住一個真我自然的內心 你就是成佛 你是知道了 你不是 其實我們每一個人都有個心 是被蒙蔽了 我們知道這個對什麼不對 我們一個基本價值觀的人類是有的 只不過是被一些 蓬佩奧之流 或者是某些校長之流 去蒙蔽了 在我們的長大過程中 是受到一些污染了 才會不明 就是無明 還有無明的狀態 是本身應該知道對與錯的東西 人類是有的 只不過是被蒙蔽了 我們要去 在這個節目裡面 大家都拿出來說 希望換整一下大家 多些去 再想一想 就是說我們要靜下來 我們去 要考慮一下 其實這個世界發生很多事情 不是表面這麼簡單 或者我們出來說一些大家喜歡聽的 很激動的說話 去罵了人 或者去發洩了情緒 我覺得應該 我和大學長都是一個 我們這個節目是比較理性的 也算是 有時候我都會激動的 我和大學長有時候真的 撐不住 真的看到一些很不公平的事情 很沒有公義 我們都會很激動 但是激動之後 我們要定 要靜 靜下來 我們就去想 現在我們大學知道 是教我們這樣去做 是怎麼去思考這個過程 整個大學長講到的 自覺那個 我們還是要重溫一下 大學知道 物有本來 事有始終 之所其先後 得近度以 就是說知道事物的始末 有始有終 我們不要管末倒置 那管末倒置是什麼呢 就說到 泰塞也講到一個 國家的治理 王道治天下 也回憶回我們看大學 說 欲至其國者先齊其家 即是修身齊家自覺平天下 他就說 欲至其國者先齊其家 欲齊其家者先修其身 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 欲正其心者堅成其意 欲成其意者先自其之 知之再革密 其實這整句話 我有兩個革密 智之革密 我記得以前有一家學校的校訓 是想叫它革智的 那也有些大學 明德革密 那些校訓 是吧 在大學裡面 其實我們 天然我們的創校者 根本就是用一個儒家的學說 去教導我們的 即是說 我們所有香港現在教育界的父母 其實就是港大中大 應該是港大 是吧 這個可能我不是很熟 港大 沒錯 革密指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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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德革密 其實原來是我們的 香港的先年 教育界先年 我們的創校的校訓 為什麼我們現在在19年 14年和19年 又佔中到現在 我們看看我們學校的先生 那一部分 一部分的先生 他們是不是真的明德革密呢 阿慧Sir 你們看法呢 其實我就找到一些資料的 譬如好像在我們中國人民大學 哈爾濱工業大學 還有在中國很多的高校裡面 都有一層教學樓 都有教學樓的 教學樓的名叫什麼呢 就叫明德樓了 那我們是基本上 是要衰到革密明德 什麼叫革密明德呢 你可以說二者唯一 亦都可以說革密先有好 明德先有好 總之沒有所謂 隨明會一個人同 就好像剛才說到 陸祖惟能 還有神秀 我們看到 和菩提本無樹 是吧 明鏡亦非台 本來無一物 本來無一物 就是何超野塵埃 但是對神秀來說 紳士菩提樹 心如明鏡台 事事常不事 不使惹塵埃 不使惹塵埃 但是不同的人 對 有智悟和動悟 我們在學習上高 是有很多的知識 這是可能一個智悟的過程 但是到某一個階段 你就會突然間動悟 那誰悟性高 大家自己想吧 我這裡不評論 但是對於我們 很多的學習 很多的知識 我們是需要累積的 這一刻也需要 雖然AI 現在就很成癢 大家知道 OpenAI 大家覺得 驚為天人 很多老闆 就把這件事 當作是 我不需要這麼多員工 影響很多人的生計 老老實實說 我們先賢所說的 是非常有道理的 為什麼可以傳重千古 原因就是 符合人性 以及符合整個社會的需求 對於我來說 真是由正心開始做起 才是最重要的 欲修其身者 剛才柱經說 先正其心 欲正其心者先成其意 這個就是由內之愛 是啊 君子愛財取之有道 這個是外放式的 你基本都沒有 你怎麼去外 這一點我是非常認同的 更加重要的就是 我真的看到 現在我們香港很缺乏 這一方面的人才 尤其是很多校長教師 其實他明不明白這些道理呢 我相信明的人不是很多 解得通的人 更加少之又少 好像是剩下我們這一輩的人 才會稍為明白些 究竟是在說什麼內容 尤其是論語裡面 其他人只不過說完之後 我告訴你 你看看翻譯 翻譯會解釋給你聽的 你叫我解釋嗎 我也不太知道 雖然我作為老師 但這不是我專科的 就算了 對於校長來說 段崇智就更加支流 不用說了 應該早早跟我們說拜拜 最好 我沒有辦法 我們要扔倒他 因為我給自己的代表 就是他五六月很離開 再不離開的時候 我真的會出來做一下 我真的會 原因就是 這個人繼續留在香港 對香港是很大的傷害 港美中心 大家都會 明天會看到趙教授的一段影片 就是港心的問題 其實 很大的問題 港美中心 很大的問題 其實 香港 你說是不是已經是和平 不是的 是不是解決了問題 不是的 只不過把東西 就密蓋 髒東西密蓋 蓋在底下 不讓那麼多人知道 好像當沒事一樣 這個不是解決問題的方法 這個是令到事情發酵 有土壤 繼續再令到他 不斷再浮現相面 現在雖然大家經歷了這麼多事情 2019年 但是 事情是未解決的 真的未解決 所以我們很多時候 是提醒特區政府 是要做一些 即是夠膽閒的動作 不是去拜託某些人 這一幫人 無論你怎樣教導他 雖然說有教 比如孔子華 我們的萬世思思 但是 教不了怎麼辦 那你難道有得他 這些就是孔子最討厭的 一種人 叫做鄉縣 是不是 詹姊兄 就是騎場派 沒錯 你究竟怎樣 左又可以右又可以 沒什麼所謂 你的原則在哪裡 你是不是用你的原則 去治理香港這個地區 我們國家是 一國兩制之下 我相信香港都不可以理我 還有我們要主動去做 我們要落實去做 而不是在語言上說 我們做的 你看看做了多久 說你多過做 那為什麼要解決問題呢 這個就是我自己的看法 還有這個社會上 真的需要更多的有識之事 我希望大家出來 我們真是聲勢力竭地 他不斷去跟大家說 其實香港特區政府 應該怎麼做 其實是善意的提醒來的 當然我們不會像黃潤那樣說 喂 他回來 什麼 但是唯獨對一些 我們覺得他無藥可救的人 你不做事 不行的 三十五家 按初選 我們都動手 黎智英都動手 但是有很多區域裡面 其實很多的界別裡面 都有這些人的存在 他們是不是真的對香港好呢 還是他們做著一份工 而這一份工 可以涉及他們自己的理念 得以不停地發散出去呢 大家自己想想 柱基英交給你 剛才講到這個教育界 講到這個中大 港味中心 只不過其中一個 冰生一國 其實也都是 回到剛才我們所講的 對教育界的一種期望 希望他們先正其心 先誠其意 先至其之 就是他們 剛才阿泰常說 對這些我們國學的 是指之而不明的 我就是知道這件事情 但我其實是不明白的 其實我不是說我和大衛sir 都是一個專家 不是國學大師 但是我們經過思考 我們是真的去 我們首先認可了 我們承認了這個 我們的國學儒家文化 我們是認可了 這件事情就是誠其心 但有些人就是為學而學 因為我考了誓 我懂得背了 我pass了 但是他們是不是真的接受呢 或者他們知而不明 或者是明 明而不幸 我是明的 但是我不會做的 我就是為了對付口事 我們希望教育界的一個 在這個心裏面 真的要去 首先你認可了這件事情 我們這個是中國人的文化來的 一個民族沒有了文化之處 這個是圖騰來的 是在我們的DNA裡面 作為一個中華民族 我們需要有這件事情 才能夠令到這個民族的復興 民族的傳承下去 這個是必需要的 是教育界的工作 那說到這個中大呢 我留給阿達趙教徒 可能給我們更多的訊息 但是我自己一直很擔心的 尤其是那位姓段某人 為什麼會在一個這麼龐大的保護傘下面 可以 憂哉猶哉 這樣繼續去做他這個位 而我們是看到很多事情 是完全不可以接受的 尤其是在黑暴期間他的表現 他從來在一個騎場派 剛剛你說他 你追得他緊 他說我不贊成這些 我不贊成暴力 這些就是口言令識 他說我不贊成暴力 其實他心裡說 警察暴力 警察暴力 黑暴黑警 他心裡是這樣想的 但是口裡說 我們學校不贊成暴力 這些就是口言令識 要誠其意 要誠其心 你自己不誠 我幫你誠 所以再讀幾年書 中大現在是很危險的 就是說冰山一角 我們看到的東西 還有很多東西 我所知道呢 他們的圖書館 是收錄了黑暴 由佔中到黑暴 他們用一個他們自己的剪輯 和他們經過他們的主觀角度 去拍攝的所謂紀錄片 就傳了在他的圖書館 他會作為一個他的根 這個毒根是埋創在那裡 若干年後拿出來 他會去暗地裡 讓那些學生自己去看到 其實很多資料附的 在他那裡 因為這個學校 進了你的圖書館 他作為一個 用他的史觀去 流下來的傳檔 後別後世人 很容易是以為 這些才是真的正確的 變成是這些毒素 繼續流傳在一個大學 這樣對我們所有的中華民族 都不是好事 因為將來我們很多學生 在畢業之後出來做教師 而現在去承傳這些事情 是很危險的 他們其他的 我想趙教授會更多的訊息給我們 我們期望聽趙教授 今天我所知道就是講這麼多 交給你 好了 今天講這麼多 本來還要講究竟是不是漁民政策 我打算都講不到了 其實 因為你要我講 我其實不是專家 但是我都可以說 我真的有了解漁識道的問題 砍討一下 是啊 因為我在大學和我的研究 新七年裡面 我就是專門研究這幾件事 所以我有很深的體會 剛才給了鄉苑這個形容給柱基兄看的 我是印象很深的 因為當年裡面 魏君子是我們最討厭的 好了 今天時間到這裡為止 多謝柱基兄 感謝 多謝大家 多謝大家 拜拜 拜拜 拜拜